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显示灭罪 生善的利益 右眼 气有众生 欲死光泽 三垢消灭 生意柔软 欢喜踊跃 善心生烟 这是身心两方面的利益 大经凡是说到现实利益的文有二十多处 细细看的人可以对照大经一一去找 观经说到第八观 第九观等等 说到念佛得现实新的利益也有二十多处 《阿弥陀经》说了有两条 临命忠实 阿弥陀佛愚入慎重 现在其前 世人忠实 心不颠倒 皆得往生 这个就是现实的忠义 还有念佛人 皆为一切诸佛之所互念 皆得不退转 这个也是现实利益 信心坚固增上 现实利益 以上是三经所说的念佛利益 下面更就三种光明 我等至心专念佛使 阿弥陀佛放无贪善根所成至清净光 除我等财色二贪之不净而转为清净 这什么意思呢 阿弥陀佛十二光当中 有清净光 欢喜光 智慧光 这个清净光怎么形成的 是无贪善根所因中 起心动念是无贪的 这种善根累积俱累 果上所放出的光明 就是清净光 而这个清净光照出到念佛众生 我们称念弥陀名号 那么佛光来照耀 这个当下的清净光 就可以灭除我们财色二贪的不净 这个放什么样的光 有什么样的光 它都是由它的修阴感果 这佛的光明大家都是从音中啊 殊胜为妙的修行而来的 它有它的功能和作用 所以它的无贪善根所形成的这个光明 自然的就有这种作用功能 来消除我们的财色二贪 像世间的光明也有它相应的作用 比如说阳光可以杀菌 甚至现在很多光也可以用来医疗 这不过是世间的一种比较死的 物质性的光 那佛光完全是心 大慈大悲心 清净无染的心 随顺法性 撤证智慧这样的心 所流露出来的心光 那这个心光对我们的心 就在那种无限的安慰 护念 这个保护 温暖 给我们柔爱 柔软 慈爱 给我们这样的种种利益 这是心光 又放无称善根所成之欢喜光 灭我等 称慧罪障 而转为无称忍辱 我们凡夫就是 很容易称慧的 称慧就是 不满我的意的话 发脾气啦 发火啦 发怒啦 谁不都会嘛 称慧 这是一个罪障的 阿弥陀佛是无称善根 他绝对没有称慧的 那没有称慧的人 他内心是平静喜乐的 那像佛 他不仅内心有平静喜乐 从身上 从心中也放出 这种欢喜的光明出来 那我们看见一个 没有称慧的人 他自然就有一种欢喜 一种安详 而我们也愿意跟他接近 他身上好像有种光彩 但未必像佛菩萨一样 放出光出来 可是我们也能感受到 这个光如果 广义地讲 就是一种念头 或者是一种磁场 或者一种信息 一种光波 波段 人和人之间打交道 心和心一对接 看对不对光 哎呀我跟他不对光 难道他上放了光吗 他也没有放光 你怎么不对光 还是有那种感受 信息啊 磁场啊 不一样 那阿弥陀佛 如果我们遇到 我们不要说遇到佛 遇到一个证人君子 遇到一个非常慈爱 这个和善的长者 那我们一个年轻的人 比如才参加工作 或者才读书到学校里 遇到一个非常有爱心的老师 那学生就感到很欢喜 在老师身边啊 就像小鸡在母鸡的翅膀下一样 感到很安慰 那么才工作的时候 如果能遇到一个 连长的长者 关心我们 爱惜我们 那我们也感到很安全 很安慰 那我们遇到了佛 所以佛这种 无称善根 所放出这种欢喜的光明 我们成年阿弥陀佛内心呢 自然会增长欢喜 所以念佛的好处 是非常的多 非常的大 而且它这个原理 是非常明显的 不是说自己想象出来 它也它的道理存在 又放无痴善根 所成至智慧光 灭我等愚痴罪杖 而转为有智 念佛的人为什么 经常念佛有智慧啊 因为佛光的作用 无痴善根 这善根啊 是明昭有智慧的 那我们众生呢 都是愚痴的 所以愚痴就是 我执我见 执有使我 执有使法 以我来分别见 有我 有人 有能有所 把整个这个圆满 本来清净的世界 看成破碎 分别 分章 对立 这当然没有智慧 清净光 令我等 心无贪 清美 清净光一照 你心里边 这个很自然的 念了佛之后 什么都能放得下了 当然不能说 什么都能放得下 至少他比以前 比较对钱财的看法 这个人心啊 这个人心 其实是 很苦恼 有的人心很小 扒一毛 立天下 那感到就像 割了他身上肉一样 就很痛苦 这心不上 贪心很重 所以一根毛 都扒不出来 那念佛之后呢 不要说扒一根毛 扒两根毛也可以 那都不就是进步了吗 然后慢慢 他还可以主动 布施一点出去 就是以前 你想你有钱 或者怎么样 你这个很吝啬 你跟邻居关系 跟亲戚关系 甚至家人的关系 都搞不好 那你心里很开放以后 关系不就好搞了吗 甚至还可以布施一点 给人家 就这种话好了 这个都是有限制利益的 这样的心啊 无贪 清美 心中没有贪心的话 你想这个心多好 用清美这两个字 清净 美妙美丽美好 欢喜光呢 令我等心无称柔和 那一个念佛的人 如果经常念佛 形成习惯 不断的熏染 当然我们不可能做到 像佛菩萨那样的柔和 那至少比以前 那个满念横入的时候 要好一点点 或者说有这个趋势 这才是念佛得到利益了 念了佛了 还是比以前更加的脾气大 就拿了佛法 还把刀就是 来当尺子 借尺打人家 拿这个刀来 衡量人家 心啊很刚硬 这都 不是那回事 智慧光令 我等心无痴 震觉明朗 我们就不要说 到底怎么样 就是这些话语 读下来 心里就感到舒服 故说 消除三垢明 三垢嘛 贪嗔痴三垢 明就是黑暗 没有智慧 三垢消灭 身意柔软 善性生焉 就是用清净光 欢喜光 智慧光 来灭除我们的 贪嗔痴三毒 没有这三毒了 你身心才柔软 有这三毒在里边 你怎么柔软起来 就像这个布一样 洗衣服的时候 这个衣服的布眼里边 都有很多沙子 硬的很 只有把这些脏的东西 淘尽了 这个布怎么样 就很柔软 怎么样都可以 我们这个心眼里边 很多贪嗔痴的三毒 那么很厚重 这个心比身牛皮还硬 拽拽不动 硬的 佛光一照 塑碎了 都洗干净了 抖干净了 这心不就柔软了吗 随便搓都可以 说对也行 说错也行 骂你也行 赞叹你也行 怎么样都可以 柔软 柔软就是左右摇摆都行 柔软左右摇 你怎么讲都可以 你说对也行 说错也行 有无量光能破有量 阿弥陀佛的十二光 有无量光 我们都在有量 有量 有形量 有体量 有数量 总之是有限量 都是有量 有量 就会狭载 地球什么 地球的资源 是有限量的 所以就要在一块 增多资源 打仗 如果是无量的话 不要争了 你要多少给你 我还有那么多 再要还给你 所以无量光能破有量 无边光能离有无之见 无外光能除战难 无对光能消灭怨对 不断光令我们的心 相续不断 这个无边光里有无 需要解释 有无就是凡夫的执着见解 就落在有和无这两边 落在边界当中 不能在中道 要么就说有 那没有就是无 他总是这样的 跳来跳去的 就是凡夫这样的 好啊 坏了 美了 丑了 有了 无了 他对事物的本来中道的认识 是没有的 要么就是生 要么就是死 要生死 那佛法说不生不灭 他很难理解 那无边光一照 你就能契合 念佛的意义无量无边 真有信者应当欢喜踊跃 顶待奉行 所以念佛有好处啊 大家猜念佛 念佛没有好处谁念佛 只是对这个好处 个人的感悟啊 还有获得的多少啊 那有所差别 好 我们下面第九章 凡夫入报 前面八章啊 第一章是总 二到七章呢 分别是 二三四章 这是教门 五六七章呢 是行门 有教有行 叫正果 第八章是总结 对前面的一个归纳 总结 乘上乘下的 下面就启发 启在第九章 第九章凡夫入报 就前面安心起行 所得到的 安心起行作业 所得到的功效果振 凡夫就是你我他 所以陆路凡夫 庸庸俗子 普通的肉体凡胎 一般的大众 就贪嗔痴 三度烦恼的众生 就是你我他这些人凡夫 凡夫之人 能够进入到 阿弥陀佛的暴土 叫凡夫入报 第一节 生土暴化 这一章啊 内容也比较多 看讲义呢 一共有七节 七节其中前五节 证明当义 就当来的利益 这当中呢 又分为正论和旁论 第一第二第三节 深土暴化 凡夫入报 速超成佛 这个呢 是就凡夫入报 来说的 所以叫正论 旁论呢 就跟它相关联的 旁极的 对于这个进入暴土的状况 有两种 有两种 所谓胎生和化生 还有所谓备品阶级 就要 都有必要拿出来讨论的 这也会成为大家 学法的 这方面可能会有一战的地方 要说明的 这是旁论 那么这五节呢 都是有关将来 往生净土的利益 而做的探讨 因明现义 因就是顺便 因为有说到当义 也需要来说明 它现在的利益 那就平生夜城 和献生不退 所以总共有呢 七节 我们看第一节 深土暴化 深指佛深 土指佛土 暴化这两个名词 下面会解释 净土宗 以往生弥陀净土为目的 故往生的净土 是怎样的净土 往生之人 需要何等资格 即为一宗之大药 这说明 要辨明啊 我们往生净土的 就是辨明佛土 他的位格 他什么 是什么这个 位的 什么阶位的一个佛土 这很有必要 如果净土 往生的净土 不怎么殊胜 那不能满我们的愿 或者说虽然很殊胜 可是要求往生的人资格 要很高等 菩萨 卢汉之类的 那我们也觉得希望 所以对这两者之间的关系 一定要做一个探究 关于佛生佛土之位格 位格就说 在什么位置 它是哪一个级别的 这叫位格 比如教育的立场上 你是教授啊 还是助教啊 还是讲师啊 这不是位格吗 那么这个净土 它也很多的位 也很多的格 那么属于哪一位 哪一格 这个解释有很多 经中说的 也非常多的说法 但大体上呢 是本于三生三土之说 也就是佛有三生 就注意三土 法生佛呢 注意法信土 报生佛呢 就注意报土 化生佛呢 注意化土 法生理佛便于切处 法信击灭不可说事 姑且不论 为什么不论 因为我们净土宗啊 只方立下 如果讲到法生佛和法信土 这个都是证悟诸法事项 圣道法门这种就是 心思言语所不能及的 它是指真理的本体 所以是言语道断 那只可以 不可言说 不可传世 那何况我们净土法门 本来就是 救度下列凡夫 所以真如是相 第一空 存谓错心 那也不谈这些 当然理上是存在的 然后在净土门当中呢 从来不从这个地方来入手 净土门就是从差别是相 所以只方立相 而从有相入无相 我们不在这里说太多 法生理佛便于切处 就法生佛 它其实指的就是真理的本身 理体 那么佛一真理 佛策证真理 那么佛这个法生呢 就跟真理同在 便于切处 连一个 一片草 甚至连一个分球 大到宇宙星空 小到原子什么核子这一切 都是真理的显现 也可以说当下就是佛的正如法身 当然就无所谓说 也无所谓往生不往生 当下都是这样的 哪里有往生不往生 这一说呢 这也不谈了 那么法信土 法信极灭 所以极灭啊 极灭这两个字 很有很好 很有意义 但是呢 也很难表达出来 我想可以从反面来说明 我们的心极灭吗 我们的心啊 一天到晚闹腾腾的 乱哄哄的 就像大街上一样 就起心动念 不但有声音在里面出来 这个声音就是一种概念 一种观念 总是有东西在里面 在搅和 很少体会到极灭 那所谓极灭 就是这一切的声音 这一切的概念 名义 名相名言 通通的止息 极止 这样你得到心灵 绝对的平静 灵静 这叫极灭 但一般我们心就闹哄哄的 你仔细听听看 声音大得很 说睡不着觉 外面吵的 外面谁吵的 自己吵的 极灭两个字 看了就舒服 晚上睡不着觉 就把两个字打好看一看 极灭极灭 就着了 下面解释 暴和化 这两个字 暴是仇暴 暴徒 也就是仇暴 佛过去 因为的清净愿行 而在果上所成至 万德 庄严的净土 这就是佛 就是佛本身的境界 跟佛本身 他所因众修行 集体相应的 仇暴 佛的阴行的 佛有这样的阴行 他就应该得这样的暴徒 就像农民 你干活 仇你 这个春天的辛苦 你秋天就收这么多种子 这么的专家 这是 暴打你的 仇暴你的 那么佛那样的 照在永远的修行 他所成的净土 怎么可能那么很差呢 是按照他本身的那种修行 所感得的 那么他因众的修行 完全随顺的真理 他所感应的这个土 也就是随顺真理 所以这就是暴徒 是佛本身的境界 跟他的 因众的修行 完全相应 没有任何的 打直扣的 暴徒呢 是佛本身的境界 又称为真实土 因佛发心 修行 作业 一切都是真实 所以他所感得的这个 环境 土就是他所依据 他所生存的 遗报的环境空间 这也是真实的 又称为真实暴徒 此土为敌异地所设 建立常然 无衰无变 什么叫敌异地所设 敌异地 由敌异地 就第二异地 敌异地讲的就是真地 就真如 法性 空性 就是指 最终极真理 地是真理的意思 敌异 敌异地所设 他就是根本真理 终极真理的显现 终极真理的 这个 表露 体现 那么极乐世界 就是终极真理 简单讲 就是终极真理所展现的 这样的净土 就称为呢 这个暴徒 建立常然 一旦建立 它是不改变 没有衰变 这个无衰无变 一部分问题解决 那就死板 死死板板的 又不是那样子 它是没有衰变 衰变什么 比如我们老了 老了 你就开始呢 衰老 脸啊等等 这样衰变 但年轻人 没有衰老的时候呢 他不说 他无衰无变 他就是 是一个蜡象 那叫无衰无变 不是那样的 蜡象叫什么 蜡象还不如那个有衰有变 有衰有变 最起码显得 他有生命力 对不对 就他有一种 你看极乐世界的净土 这个七宝树里边 会展现 种种的净土庄严 然后这些诸大菩萨 这个极乐世界的众生 然后到十方世界去供佛 然后就回来教化众生 极乐世界的水 极乐世界的鸟 极乐世界的风 极乐世界的树 都是丰富多彩的 但是不是死灭 那又不是衰变 它是生命的本体 自然所流露出 这种丰富的生命力 我们简单这样讲 佛性的生命 所以敌一地就是 身妙如上的真理 诸法当中最高最上 最低一的 称为敌一地 也就刚才讲的真如 涅槃 石像 中道 法界 法性 这些词 这些词都是讲 敌一地 都是同样的 同一词 所以真是暴徒 那么在 《网生灵诸》里面就说 敌一地 妙 境界下 这就是暴徒 那我们这个世界 是不是敌一地呢 就不是 当然从佛菩萨来看 都是敌一地 它本身也有敌一地 可是我们这个世界 就是生灭的 染物的 颠倒的 这个春夏秋冬啊 时序的轮转啊 生老病死啊 这就成了第二地 就是世俗地 显现出来这样的状况 那么如果佛菩萨 它本身正如第一地 它这个真素圆容 它看起来就没有变化 本身在它就是净土 那我们不是这样 化呢 是化现 那什么叫化土 化土不是佛本身的境界 不是报佛的那个修行所展现 它是为了出的以前的菩萨 二称 以及凡夫所方便视线的国土 化现嘛 化现出来的国土 因为这个真实暴徒啊 只有地上的菩萨 才可以见得着 因为地上菩萨已经破无名了 它正如实相 所以呢 它跟佛这种真实暴徒的气氛 能够相应 相交接 它就能够感悟 能够见到 也能够伸到这样的暴徒 可是对于二称 没有破实相 也就是阿鲁汉圣者 还有凡夫 那更不用说 他没有破实相 他根本不可能到这样的暴徒 其实没办法 只要说只听个名字而已 那么这样的众生 佛也要来接引他 那怎么办 必须要随顺他的根基 化现一种土 这叫化土 或者是呢 像释迦牟尼佛 以化身来到 我们这个凡夫所居住的 我们这个地球吧 现在讲 地球就是苏波世界 苏波世界是凡夫众生 众业所感 感的这样的一个土 山河大地啊 等等这一切 那么释迦牟尼佛 他报身 当然有他的 无甚庄严 清净国土 他就以化身 八十岁入灭 这样一个化身 来到随顺你的这个状况 来到你的面前 像皇上 微服出访 到了你的家里边来 跟你坐在一起 不是说皇宫就是这样子 那么这个化土 一个是随顺众生 小菩萨 出地前的 三贤卫的 还二称 凡夫 方便视线的国土 所以称为了变化土 方便化土 像变化土 它就是会有改转 会有变化的 不是像敌一地 真理 真理本身哪有什么变化 但真理虽然没有变化 不会说衰减 但是它本身呢 是出生一切 所以这个土 非佛本身的境界 是随着众生 激感不同 有静有会 前后改转 这叫成为化土 变化 它不是佛 佛本身的境界圆满了 那么随着众生的激感 这个众生如果都很清净 都很善良 善软 那这个土呢 就会更清净一些 如果众生都很恶业 那这个土呢 就会 会染一些 所以它有变化的 所谓建设人间净土 最多就是这个 画土 人间众生 如果都行五界是善了 它这个环境就好了 自然的 比如说 这个空气也好 环境也好 那如果都行恶的话 那这个环境就会坏了 翻过来 极乐 极乐是暴 还是化呢 极乐是暴徒 大经啊 称为安乐 安养 观小二经呢 称为极乐 往生论称为 莲花藏世界 莲花藏世界 就是暴徒了 善道大师呢 在观经书里边 引用大乘同性经 观经和大经 来判定极乐世界 誓暴 废话 这个在玄义分 五十一页 五十页 五十一页 大家可以去看 那又称为 无为涅槃界 涅槃臣 涅槃就是指 不生不灭的 暴徒 那我们 净土宗 善导大师这一系列 这个戏派组 是所判的 极乐世界 都是暴徒 道出大师 也是这么分判的 那往生论 天津菩萨 也这么分判的 晚生论和晚生论柱 虽然没有来分判 暴化 不过呢 晚生论说到 这是敌意地 妙境界下 那当然 刚才说过了 这就是暴徒 因为佛本身的境界 就是说三种成就 怨性庄严 极乐世界 佛功德庄严成就 菩萨功德庄严成就 和一报国土的功德庄严成就 这是怨性庄严 就是法藏比丘 因中发的大怨 经过赵宅永洁的修行 而成就的功德庄严 那当然就是暴徒 赶报 他因地的 本怨 仇报 因地的本怨 而成为果上的 这样净土 所以符合 这个暴徒的定义 他不过没有那么说而已 那么第二节 接着说明 凡复入暴 凡复入暴四个字啊 我们听起来已经是 耳术能详了 也觉得稀疏平常了 其实这四个字 那都像原子弹一样 氢弹 核弹一样 这个在当时 上的大师写出来之后 哐唐一下子 整个就爆炸了 没有这样的说法 这在整个佛教的理论当中 任何经典当中 除了上的大师 依据净土三经 这样说出来 没有人说出这样的话 不可能的事情 你凡复怎么能到暴徒啊 凡复就到暴徒 就是说这四个字 力量 力大无穷 这四个字 它的能量含得特别大 凡夫 刚刚讲过了 都是造罪凡夫 业障凡夫 颠倒凡夫 不净凡夫 杂染凡夫 苦恼凡夫 烦恼众生 构障身重 都是这些 这样的人 暴徒什么境界 那是佛本身的境界 你凡夫 你凡夫怎么一下 跳到暴徒 那怎么去的 我们看 然 若以通途 自立断阵 断是断烦恼 正是正涅盘 正物的相应的果位 如果一到通途 圣道法门 靠自立修行 断烦恼 正涅盘的话 那只有地上菩萨 方能往生 诸佛暴徒 刚才已经说过了 因为他破无名 正法身 法性 所以他可以到暴徒去的 这是通途的教理 二乘圣人 地前菩萨 尚且不能往生 地前菩萨还没破无名 即使功德很大 发心很大 他也不能到暴徒 阿罗汉已经出三界了 断了三界内的 见思而获了 他仍然不能到暴徒 所以连这些都去不了 何况凡夫 所以你说凡夫到暴徒 这不是把人家舌头都吓出来了 眼睛珠子都 眼珠子都掉下来了 那怎么可能的事情 二乘阿罗汉 圣者三贤菩萨 位都不能到暴徒 你凡夫怎么能到暴徒 所以故诸圣道门 在夏娜大师的时代 圣道门的诸师 他判其乐往生 大致分为四类 第一类 盼极乐是高妙暴徒 很高 不过凡夫不能往生 这就是当时的一般社论 社论宗这样来判 以为实的道理来判 第二 或以凡夫得往生 凡夫能往生 因为关键有讲 不过呢 既然凡夫能往生的话 他就判这个极乐是粗略的画图 粗是粗糙 劣是下劣 那凡夫能往生嘛 只能是粗略的画图 那这谁呢 这就是静影寺慧眼大师 他所判的 第三呢 判极乐 有暴化尔徒 这是个折衷方案 说极乐有两种 一个暴徒的存在 还有一个画图的存在 地上菩萨呢 就剩暴徒 地前菩萨还有凡夫呢 就剩暴徒 总之 凡夫还是到画图 他判了个暴徒 但是呢 你还是没份 还是到画图 这是谁呢 这是家财大师 他这么判 第四呢 判极乐位四图 判四个位 那就是 长极光图 法信图 是暴庄园图 是暴徒 还有一个方便有余图 是为阿罗汉 圣者往生的地方 然后呢 最差的 最低等的 凡圣同居图 就是凡夫可以往生的地方 有四个阶位 凡夫只能生于最低的 凡圣同居图 这就是天台中的判 总之这四条 综合在一起 你打放大镜 看来看去 不许凡夫得胜暴徒 你不管怎么办 凡夫不能到暴徒去 所以我们说 善导大师 弥陀再来 凯定古今 一字一句 不可加解 净土宗的 开宗祖师 他凭什么开宗 就凭这凡夫入报 四个字 唯有善导大师 是站在 阿弥陀佛 他立本院的立场上 他不站在 同居自立断正立场上 他说话 他七点就跟你不一样 他结论 当然跟你不一样 你都在那里讲 自立怎么修正 他啪 跳到这儿 阿弥陀佛的院里就一样 他不跟你在一个平台讲话 那就不一样 出手就不一样 七点就不一样 那么结论 当然就不一样 定判 阿弥陀佛 为报佛 极乐净土 为报徒 又判 观金九品 皆是凡夫 显明 凡夫入报 凡夫练佛 往生阿弥陀佛 极乐暴徒 这种判施 那可以讲 如同识破天经 就是 无法想象 但上的大师 这么一判之后 你不服 也不行 事实就是这样 这个问答 很清晰 这个问答 上人写过一篇 专门的讲义 说的很细 这里就不能细细的解释 问曰 彼佛及土 既言报者 报法高庙 小圣难接 小圣难接就指 三贤位的菩萨 和阿罗汉圣者 都不能往生 构杖凡夫 云和得入 你这个 最构 业障深重的凡夫 怎么能去往生呢 这不是一个问题吗 这个问题你不回答 你自己说 哎呀 凡夫入报 谁相信你啊 你必须把这个问题 这个回答啊 上海大的回答很巧妙 就这么几句话 你看 也就是十几个字 二十来个字 就回答完了 若论 凡夫构障 识难兴趣 这句话呢 是过度式的 你讲的不错 不过有两个字 若论 是不是一定要论呢 你眼睛没有打开 你在那里论 阿弥陀佛是不论 如果要论凡夫的构障的话 那实在像你所说的 不能到净土 凡夫怎么能到暴土 识难兴趣 不可以的 后边一转 不过 阿弥陀佛不论这些 所以不论凡夫 有没有构障 正有 那论什么 正是由于 衬托阿弥陀佛愿力 以作强缘 致使五称其入 这种回答 就是说 可以叫 扭转乾坤 一下子就转了 托佛愿做强缘 所以五称 就是身闻 圆绝 人天身闻 圆绝 阿弥陀 到菩萨 前面不讲小圣南间 小圣就是二称 这个人天称 再加上三贤魏菩萨 再加上高魏菩萨 五称都其入暴土 跟地上菩萨 平等往生 那么这个原因在哪里 就是不论凡夫构障 只论佛愿强缘 有佛愿作为强缘 不可能的事情 也成为可能 就像刚才所讲的 这个随 随塔只有三十米高 你楼五十米 它不可能上去的 但是加一个蹦 啪就上去了 凡夫众生 只能在人天境界当中 然后呢 就堕落在三个道 不可能到暴土的 连画图都很难去的 六字名号 阿弥陀本愿 加利蹦 啪就去了 这是强缘 寄托佛愿力 于作强缘 获障深重的罪下凡夫 与祸破无名的上位菩萨 平等往生 弥陀暴土 此为净土开宗之第一理由 无量教行之根本皆归 我们净土要开宗 原理道理何在 因为如果净土不开宗的话 凡夫不能到暴土 你凡夫怎么能到暴土 必须要彰显凡夫到暴土 一定要把阿弥陀本愿 这个理道理理论要拿出来 同时也必须要建立净土的宗派 因为如果净土 一个宗各派来判施的话 你凡夫不可能到暴土的 不能到暴土说 那我倒也可以吧 我就到画图也行吧 一个跟事实不符 第二个连画图也很难 为什么 因为诸宗他所叛教 是建立在自立断正的基础之上 他舍利不了自立 那么舍利不了自立 请问这个修行的凡夫 他怎么能够得到绝对的安心呢 我修到什么程度达到了 凡神同居图的资粮啊 够了没有够啊 功夫有没有达到 功德有没有积累够 资粮有没有圆满 他一定有种种的疑惑 那现在讲说不论凡夫构账 正又托佛愿为强缘 那无论什么人 当下呢 新花开放 就是新花路放 没有任何障碍 因为托佛的愿力 所以让净土宗才确立 就是任何宗派的这种判施 自然的就是往旁边挪到旁边 靠边站 要往生极乐 凡夫往生极乐暴徒 那净土宗一旦建立 各宗各派的理论就靠边了 可如果净土宗不建立的话 你必须要旁戒 各宗的理论来说明 这个旁戒里面 借来最好的 只能借到天台宗的司徒判施 所以我们 善导大师的观金书 失传之后 那中国的净土的行者 几乎都是依赖于 天台宗的司徒判施 那这样就不是净土宗 它是天台宗 这无量教行到最后 其实就让我们凡夫能够往生暴徒 那暴到到暴徒 到暴徒就是自然成佛的 不是说经过渐渐累次修行 所以下面我们第三节 将速超成佛 这将往生暴徒之后的功德利益 如果以圣道门诸师的见解 或以为凡夫往生净土之后 仍然是凡夫 但因为极乐处所倾尽 无有退堕之源 便于修行 另外在极乐世界寿命无量 所以往生极乐世界的凡夫 可以见次修行 见次正果 见见成佛 哎呀到极乐世界嘛 到那个地方 环境又好 也不会退堕 然后都无量寿 那你慢慢修行 总是能够成佛的 这样也好了 一般的都这么理解 这样的理解已经显得很富胜 但其实不是这样 远远超过这样 这样的理解 还是通途圣道诸师的一种理解法 因为这是以凡夫往生的乃世话土 或者是凡胜同居土 他才会得出这个结论 然而上的大师既然叛 凡夫入报 明武称其入 则虽是缩婆凡夫 一旦往生 怎么样 速超速振 速急成佛 文振虽多 略诸如下 到了暴土了 就和往生化土 凡胜同居土 那就不是同一个境界 不过我们 偶尔大师的迷途要解 他对这种凡夫往生 凡胜同居土 他有他特别的解释 他这种解释 也可以讲 在这个四土的框架范围之内 他也解释到丁 登峰造绝的地步 但毕竟呢 他是显得一点牵牵挂挂 还有一个凡胜同居土的 这么一个字套的那个地方 不像上导大师 直接就说凡夫入报 将来我们学到阿弥陀经的时候 我们可以再比较 一 这举了一些经文的证据 无量寿经 第二十二院说 超出长轮诸地之行 现前修习 普贤之德 这不是超吗 长轮就是平常的次序 从一地到一地 从低到高慢慢修行的 这个不是超出长轮的 现前 现前就当下的 不是说经过 多少十节之后的 当下 这个普贤 普贤行 普贤行就说 能够视现一切 因为 虽证果地之德 能显现一切 三贤位也可以显现 普贤嘛 就普遍的视现 普门视现 也可以视现为 人天 也可以视现为 阿罗汉圣者 也可以视现为 三贤位菩萨 也可以视现为 不退转的菩萨 也可以视现为 十地 菩萨 所以十地愿行 自然章 这个现前修习 普贤之德 就是显示 极乐世界的 众生 他有这样 广大的 得衡 有这种广大的 神变莫测的 这个德性修持 第二条文 也证明 不是慢慢修行的 无量书经说 起诸身文 菩萨 天人 你看 起了 这五称其入 这也是根源 根据 身文 这也包括 圆诀 这两称 菩萨 天人 这就是五称 那怎么样呢 智慧高明 神通动达 贤同一类 行无异状 这个都是一类的 虽然在明相上 分成四类五类 五称 四称五称 但是他们的智慧 都一样的高明 他们的神通 都一样的动达 动达就无障碍 都是一个类型 贤同一类 连 不仅内政 是显同一类 外形 形象 也没有差别 形无异状 不仅外形 没有异 差别 内心 内政 也一样 就内政 和外相 都完全平等 那为什么 又要叫身文菩萨 天人呢 但因顺于方 固有天人之名 这个虽然举出天人 两个字 其实也说 因顺于方 固有天人身文菩萨 这样不同的名相 因为在他方世界 不下极乐世界 是纯一大乘境界 纯一的涅槃境界 他方世界都是有五乘的 这样如果直接讲呢 可能他方世界 尤其我们苏波世界众生 可能听不懂 或者不敢相信 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应顺我们这个世界众生 才讲这五点 讲这五类 五乘 讲这个不同的名相 五亮书如来汇也说的 极乐国土 所有众生 无差别相 外相无差别 内政也无差别 叫无差别相 顺于方俗 又仁天明 也一样的道理 顺着其他国土的 风俗习惯吧 为他们讲 就说仁天啊 身文圆觉菩萨等等 那么其实呢 都是一样 那这样就是肃政 没有 阶位 时间上的差别 都没有这些 第三条语 也是 无量寿金的文 说七宝花中 自然化生 到极乐世界啊 七宝莲花 自然化生了 家夫而坐 虚欲之请 一刹那之间 很短暂的时间之内 怎么样呢 身相光明 智慧功德 身相光明 指外表的 形象 智慧功德 指内政的 功德 如诸菩萨 具足成就 不说得非常清楚吗 哪里需要 渐渐 修行 慢慢正果 到极乐世界 堆下对线给你 很快 立即就这样了 跟菩萨一样 跟诸大菩萨一样 具足成就 就是圆满具足的 不欠缺的 叫具足 那成就呢 是不会再退失的 叫成就 那跟诸大菩萨一样 第四条 第四条的愿文 这个经文 观经所说的 念佛者 观世音菩萨 大师至菩萨 为其甚友 观音世至 那是 实地 等约菩萨 最高位的菩萨 那么最高位的菩萨 跟我们念佛的人怎么样 平起平坐 跟我们做甚友 兄弟关系 当做道场 生诸佛家 做道场就是 说我们 决定成佛的意思 诸佛之家 就是净土 阿弥陀经也不说 五称 也不说 见识成佛 说众生生者 皆是阿皮八治 不退转 大菩萨 其中多有一身补处 和观音世至一样的果位 这都是素即成佛的 那么第六段经文 就是往生论所讲的 观佛本愿力 能令肃满足 就佛本愿力 能令肃满足 功德大宝海 肃德成就 阿诺多罗三妙三菩提 那这些呢 都讲快速成佛的 不是说见识成佛 这是祖菩萨的论所说的 它是当然一句 净土三菩经的教理所说的 好我们上午到这里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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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